手机用了超过一年就会明显变的卡顿 一般人只会删除里面的视频和照片 但这样对于卡顿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今天教大家三个行之有效的设置 可以让你的手机瞬间变流畅 再多用两年也不会卡顿 视频有些长都是干货 如果感兴趣的可以点个收藏慢慢看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释放掉手机CPU的压力 怎么做呢 先点开手机的设置 在设置里找到全部参数这一项点击进来 紧接着我们在全部参数这一项里 找到自己手机的系统版本 然后连续点击7次这个系统版本 我们来点一下 1234567 然后现在手机就提示进入了开发者模式 接着我们进入手机的开发者选项 进入之后一直往下拉 一直往下拉 找到这个选项 启用GPU调试层把它给打开 这样处理器的GPU就可以在需要时 分担CPU的运行压力 第二步我们还要释放手机运行内存的压力 这一步依然是在开发者选项中 先找到不保留活动这一项 把它打开 这样不使用的APP就不会在后台占用我们的运行内存 同时把后台进程限制 改为不得超过两个进程 第三步也很重要 一定要彻底的关闭掉手机系统的自动更新 其实手机系统的每一次自动更新 都会严重的增加手机的负担 经过这样三步的设置 你的手机就会变得非常的流畅了 这一步就会变得更新了